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平兄终于回来了 相信大家都很高兴 完成重任归来 他风采依然 论证智慧火花四射 还提出了一个点火计划 这比我 那就更是松了一口大气 本来想 这个代班任务就终于结束了 不过一平兄对我是鼓励有加 希望我继续给大家讲一讲 中共高层内斗的故事 剩一揽去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言归正传 2012年2月6号一大早 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 给他的心服 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 行政总队队长王鹏飞打电话 要王鹏飞安排一个司机 和一辆SUV越野车 再带三个新手机来给他 拿到手机之后 王立军把当时的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在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 杀死英国商人海伍德案件中 所扮演的角色 发出了三封邮件 在每部手机里都存了一份 王立军要王鹏飞 把这三个手机 分别交给三个可靠的人 以便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 把这封邮件发出去 安排好电邮之后 后来王立军立即就带着他的两个私人保镖和王鹏飞安排的司机 就离开重庆市 直奔四川省惠成都 在城域高速公路上 王立军打电话给他的铁杆兄弟 四川省公安厅分管外事的副厅长 岳德松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商讨 岳德松知道了王立军来成都 那是亲自开车到高速路的出口去迎接 然后两人一起吃午饭 在吃饭的时候 王立军说有重要的事情 想找美国领事馆的高层商量 但是没有预约 岳德松于是就打电话 给美国总领事何孟德 在获得同意之后 他亲自把王立军送到美国的领事馆门口 下午2点31分 王立军走进了美国的总领事馆 有两位资深的领事接待 他们在寒暄了一阵之后 就开始正式谈话 话题开始的时候 主要集中在反恐方面 颇料王立军突然就提出了 政治庇护的要求 他当时还披露了 有关中共政治局内部权力斗争的情报 并且指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薄熙来 一起阴谋策划推翻习近平的顺利接班 而且还有相关的文件可以证实 就在那一天 薄熙来的亲密战友 打黑英雄王立军的惊天叛逃 揭开了中共高层的激烈政治斗争的神秘面纱 也揭开了以薄熙来为首的中共新四人帮政变的阴谋 据说几天之后 当时的王储习近平前往美国访问 而当时的美国副总统 拜登就把王立军提供的薄熙来阴谋 告诉了习近平 虽然习近平早就在防备薄熙来 但是在高层之间 由于两个人都是太子党出身 还是保持了一团和气的这种关系 在获得薄熙来要对付他的消息之后 习近平对薄熙来就翻脸了 并且和胡锦涛一起一步一步就把薄熙来送上了审判台 最后还把薄熙来关进了秦城监狱 翻身无望 消除了他当时的最大威胁 可以说王立军声称向美国方面提供薄熙来政变的情报 以及习近平对薄熙来态度的巨大转变 直接或者间接的证实 的确存在着这么一份薄熙来政变的文件 据说在2012年3月20号下午 也就是北京在前一晚发生319政变之后 举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 胡锦涛还把这份文件拿出来给各常委看 那么薄熙来政变图谋的文件到底是什么呢 都有些什么大逆不道的内容呢 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有关薄熙来政变的这份文件 仍然是十分神秘 知道的人可能不少 但是公开谈论的就不是很多了 其实这份文件在网上很早就出现了 2012年8月写成的一本 讲述北京319政变的书 北京枪声当中就简单的提到了相关内容 我在以前周永康政变系列曾经讲过了 到了2013年5月初有一个叫《风源梦克》的博客作者 就写了一篇博文 太子党叛乱还会发生吗 就提到了薄熙来政变的这份称之为2014工程预案的计划书 提到的内容就多了很多 这个《风源梦克》是个什么人呢 他为什么可以看到2014工程预案这份文件呢 另外我们怎么样可以判断这份计划书的真假呢 为什么他要在薄熙来审判之前爆出这份计划书呢 到网上去查呢 还是很容易查到《风源梦克》这个人的背景的 他呢是住在加拿大的最大城市啊 多伦多 拿过了这个博士学位 在大学的一个图书馆里面工作 很多年里啊 都是一个很勤奋的博客 经常呢在自己的博客文章中 点评中国的这个时事 曾经还对习近平在压力之下呢 把中国引向民主啊 抱有期望 另外他也不时呢 还爆出一些中南海的内幕消息 被一些中文媒体呢引用 例如他在一篇博文中爆料说啊 在2011年的时候呢 江泽民曾经就提出了一个 由习王体制呢 来取代即将接班的这个习李体制 也就是说由王岐山代替李克强呢 当总理在中共十八大上啊 由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两个人呢 接管中共政权 因此王岐山对这个江泽民那是非常感激啊 不仅呢多次呢派这个秘书去探望 而且呢还在江泽民病情呢 略见好转的时候啊 亲自去看望过 可以说以这个风源梦克呢 他的工作性质和个人的背景啊 以及当时在网上的这个活跃程度呢 风源梦克呢还是有这个获得薄熙来 这份政变计划书的可能的 那么这份薄熙来政变计划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也就是说是谁交给他的呢 一种可能性是来自于王立军的安排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 王立军在潜逃到这个美国总领事馆之前呢 买手机都要买三只 他图的就是保险嘛 因为一个方法不能够实现他的这个目标啊 还有两份呢 备份在 而王立军在向美国方面交出薄熙来计划书之前呢 策划已经很久的王立军不可能没有备份计划 因此呢就不排除王立军通过朋友啊 把这份计划书辗转交给风源梦克的这个可能性 不过从当时的实际上来看呢 王立军已经呢被判了刑 在2013年爆出这个大瓜呢就太迟了 因此这份计划书的来源呢 还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以习近平王岐山的这个人马啊 长期操纵海外中文传媒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薄熙来政变计划书呢 更加有可能啊 是这个习近平王岐山方面呢 故意抛出来的 是为了审判薄熙来呢 试水温的 风源梦克呢 贴出的这篇博文呢 是2013年的5月初 还有两个多月呢 薄熙来就被提起公诉 在三个多月之后呢 薄熙来案呢就开始审理 考虑到当时审判薄熙来在即啊 习近平王岐山很有可能呢 是希望抛出薄熙来的这个政变的这个情况呢 先在舆论上抢占高地啊 把定罪这个薄熙来变得了就更加的容易 也更加的容易被人的所接受 尤其呢是说服太子党啊 说这个薄熙来那是罪有应得 而抛出薄熙来的这份政变计划书啊 也就可以搭成这样的目的 另外用文件呢 来证明薄熙来有政变的企图啊 也可以试探空气 看这个社会舆论呢 反映的情况 如果大家对此都是议论纷纷啊 大家人人都说这个薄熙来是罪大恶极 不杀不可以拼名分的话呢 说不定习近平就真的会以所谓的顺应名义呢 把薄熙来判个死刑呢 让他在人间消失 如果大家都怀疑呢 这份文件是编造的 不相信薄熙来呢 会真的去搞什么政变呢 或者消息出来以后 外界呢反应很冷淡 那呢也就把这个薄熙来侵判了鸟事 看来封原孟克的博文呢 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大 在海外的华人圈当中呢 也没有宣起多大的年齐 也许是封原孟克写作的方式 不是那么吸引人 在讲了一长段题外话之后呢 他那篇博文中啊 才欲言又止的把薄熙来的政变计划书啊 做了大致的介绍 所以提不起人们的兴趣吧 总之 据说被薄熙来否认 不是他所写的2014工程预案呢 最后是受到了所有人的冷淡 几乎呢 没有几个人提到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当年没有多少人去认真看待这份政变计划书啊 就把它看成是假的 我们呢 不仅呢要研究它的真假 还要搞清楚 他究竟呢 在想什么 想干什么 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了 如果分析这份计划书的内容 薄熙来当时唱红打黑的背景 以及呢 文件中提到的那些军警将官呢 以及这一些人呢 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们的职务变化 甚至呢 他们的那些去向 其实呢 都是可以证实 这份政变计划书啊 就是薄熙来起草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份由薄熙来起草于 2011年6月1号的政变计划书的内容 这份据说被标注为绝密的2014工程预案 除证文外 还符有作战计划书 地图 物质储备清单 武器装备清单 各种会议纪要 若干委任状 命令书 口令等 可以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政变计划书 内文呢 一共有七大部分 分别是 第一 当前的政治形势分析 二 基本态势 三 初级目标 四 措施 五 危机应付 六 武装起义预案 七 口号与纪律 在当前政治形势分析部分的文件指出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 中国呢 是急剧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1997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呢 允许资本加入党 更是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对待共产党 改造成了修正主义的全民党 2002年胡温上台后 对外妥协奉信出卖国家利益 取悦资本主义的外国政策 对类软弱 贯彻重用鼓励右派翻天 污蔑党的历史和领袖 丑化党的形象 为全面西化大开绿灯 他们认为了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改变颜色 作为革命家的后代 必须要高举自己的旗帜 拥戴自己的领袖 捍卫中共的光荣历史和社会主义事业 在第三部分的出击目标写道了 我们认为啊 这种安排虽然是我们付出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 所取代的一个成果 但是呢 并不能改变邓将体制给党的组织啊 制度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 不论解决举什么旗走怎么路的问题 我们呢 要努力争取在18大 以及随后的国家机构人事调整中呢 解决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 由一个人担任 从而产生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我们初步的设想是 应该呢 由周永康同志出任国家主席 薄熙来同志呢 出任总理或者常务副总理 习近平同志呢 担任总书记 兼任中央军委主席 经过两年的过渡时期呢 如果习近平同志不能胜任 那么呢 他应该辞职 辞掉其中一个职务 只担任总书记或者军委主席 我们的倾向性意见 是薄熙来同志 应该在2014年 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兼中央纪委书记 或者政法委书记 如果习近平同志 不能胜任总书记职务 则应当由薄熙来同志担任 在措施部分的文件指出 在薄熙来18大上台后 要在全国开展速摊 以及打黑唱红活动 在今后十年内 要杀掉50万贪官污吏 打掉100万自由化思潮的 头面人物 将他们开除出机关 学校 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 关押200万与黑社会 有联系的人物 该计划还特别提到温家宝 指出他是社会主义事业的 凶恶敌人 因此必须对他 要采取坚决的措施 打死这只大老虎 具体措施还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严厉诉贪 对贪污贿赂罪 超过100万人民币的 一律判处死刑 不得缓刑 第二是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制基础 将室友企业改造成为公有制企业 没有触犯中国法律的外资企业 可以同意其撤资离开中国 触犯了法律的外资企业 投资一律没收 外资管理人员及股东 履行法律手续的驱逐出境 第三严厉打击意识形态 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带路党 该计划点名的 有在押的高智盛 大学教授专家有江平 贺伟方 体制内办杂志的呢 有杜岛正 胡思 开研究所的毛玉士 刘军领等 文件认为啊 自由化骨干分子 大概有5000多人 有重大影响 并且犯下严重罪行的呢 有200多人 对这些人呢 在局势恶化之前呢 要将他们全部逮捕 判刑 关押 或者流放 对其中的200名影响 特别巨大 罪行特别严重 气炎特别嚣张的人 要判处死刑 以决后患 绝不能啊 让他们中了产生 瓦文萨 哈维尔市的人物 来掘我们的坟墓 这些看起来是不是像习近平最近这十多年所做的呢 好 我们再说回啊 薄熙来的这个政变计划书 他的这个军事准备工作呢 还包括任命王立军为武警总队第一政委 组建特种部队 闪电突击队 组建30个民兵师 文件中提到 朱和平将军认为训练经费呢 需要30个亿 薄熙来认为可以加到50个亿 并且要求啊 争取在18大之前 组建民兵预备一师 形成战斗力 军事培训方面呢 可以请求14军 13军和成都军区资源 第四 战略后备力量 该计划认为啊 从1958年到1978年 中央啊 在四川地区的 图资2053个亿 建设了一个可靠的战略大后方 重庆的第二武装 比1976年江青 张春桥控制的上海 更为强大 在武装起义预案部分呢 该计划还认为 薄熙来同志在军中呢 有了一批有力量的支持者 他们分别是 沈阳军区刘亚红司令员 北京二炮部队张海洋政委 成都军区周小周司令员 驻扎在重庆的第13集团军 徐勇军长等 在总后 还有前国家主席的儿子 刘远上将 该计划书还制定了两套方案 一呢 是通过一系列的举措 争取民意 赢得民心 通过舆论呢 杀开一条血路 让薄熙来同志 进入中共最高层 第二套方案呢 就是一旦行动受作 同胡锡三派的矛盾呢 白热化 那就不惜跟他们翻脸 在西南 首举一支大兴刀兵 争取沈阳 北京军区和二炮部队的支持 或者至少是座逼上官 与其他各路住后呢 将没有人甘心给即将下台的 胡锡涛和扶不起的阿斗 习近平出力实战 跟自己作对 中国呢 势必形成联省自治的局面 该计划还为参与政变的将领 刘亚红 张海洋 周小舟 徐勇 预备了很好的海外生活条件 让他们呢 免去后顾之忧 一旦薄熙来尚未失败 立即的举行起义 迅速号召了所有参加起义人员 前往重庆集结 命令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 政委田修司 迅速集结第13 14集团军各部 完成起义动员工作 命令二炮部队呢 将核弹头瞄准中南海 作为战略预备 一旦胡锦涛等人赋予顽抗 立即的启动斩首行动 这就是薄熙来2014工程预案呢 所披露出来的内容 可以说真实的呈现了薄熙来 在重庆打黑唱红啊 以中国西南为基地造反的心机 而他对温家宝恨得牙痒痒的面目呢 也是毫不掩饰 不过从政变计划书的这个架构来看啊 不由的呢 令人就想起在50多年前的 另外一份政变计划书 571工程纪要 这两份政变书啊 除了都用上了工程两个字之外呢 其实内容呢 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个框架呢 就更加相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期呢 就比较一下 林彪之子 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 和薄熙来的2014工程预案呢 以及薄熙来如何呢 来实施他的政变计划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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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